这就是看不见的时候在起作用 不是你美国起作用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够代表 你这起作用还起了个相反作用 台湾提建议 台湾的建议它不听 不听有中华民国 是这个注册 是中华民国董必武 顾玉军 顾玉军和这个十个代表 一起在雷河国这个究竟下提出来 对吧 一起签了字 那个签字就是代表 你正式你的承诺 中国共和党的承诺 这个你就不能够改变 一个自己随便的一个承诺 所以你必须叫中华民国 这就是我们把 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 所以说我们今天 今天大海在这个美国 在这样说话 可能在大陆这个说话来讲 就把我 把我可能就限制我的言论自由了 在美国这里呢 就是有个言论的相对来讲 一个平台 就可以表达出你的追求真理的声音 我们就叫创新 真理求真是什么 在追求上下厕所的求 真实呢 A而建也是处 对吧 就是处 S处 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 S处 就是真理 我们就叫栗 树立这个真理 十年树木 我用了十年来树这个真理 从马里兰大学一直到今天 我们都在述这个真理 同心同国和平法统 和平法统 同心同国和平法统 尽量的扫死人 尽量的不流血 必要是有对反抗的 但以武装反抗的 那么也没办法 所以说我们的独立宣言 是指的是我跟美国来谈 我跟美国谈 你不要干涉我的那张 我跟英国来谈独立 为什么谈英国和香港回归的时候 这是我的独立主权 这个主权是我的 是中国人民的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的 所以我跟你香港人没有谈的 对吧 我跟你香港人谈 我是谈国家主权收回来 这个主权在联合国确定的 在我这个中央政府手里 对吧 法人手里 台湾一样吧 我跟你没得谈 跟你蔡英文李正辉没有谈 包括马英九 因为我这个谈 你我们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就是中华民国 中央政府 你是地方政府 你地方政府跟我谈 你谈你的特殊性可以 但是你必须得尊重 这个尊重这个这个这个 我的这个联合国 给我这个国际国际法主体的一个地位 你必须承认 中央中国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的国际法 国际法的国际国际主体的地位 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欧洲德国也好 法国这个任何国家都必须 任何联合国的会员国都必须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 联合国现当的中华民国的合法地位 就是全部主权 台湾没有主权 台湾就是这个固有领土 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所以说呢 现在是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了 也就是水落石出 天一上雄击天下白的时候了 现在是唤醒台独港独 还有美国的一个反华势力 还有欧洲欧洲这些 要来找洪水 洪水摸鱼这个势力 反华这个势力 是唤醒这些联合国成员 认识台湾问题的本质 洞悉这个本质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台湾这个主权者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是唯一代表 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 大陆也叫中华民国 这个顿我们就要把监导的历史改回来 过去有一个 有一个潮在里面的名字 叫新灭国 既爵士 举一名 新灭国 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叫 周随旧 民国随旧 其命为新 他的命 中华民国没有死 中华民国总是怎么说的 只要长江黄河的水不断 中华民国 永远永远 毅与在东方 歌是这么唱的 但是呢 因为改朝 有一个政府的一个交替 一场战斗 就把中国共产党打糊涂了 胜利冲昏了头脑 其实 因为你要 你要想改这个名 你必须把中华民国这个名字废了 你废要通过什么手续呢 通过这个 两个国安理会这个手续 安理会叫进入安理会的程序 只要安理会的一个成员国反对 那么这个就不可以 废除中华民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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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地位 法无名门 这个法律 大家就说法律 对不对 法无名门不得处罚 任何人没有经过联合国这个 安理会的这个程序 不得否定和废除中华民国 这中华人民共国宪法上也是这么写的 中华民国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 还是中华人民共国就是它的历史任务 反对反 完成的 反对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中华人民共反对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反对反 反对 帝国主义的任务就美国天天在欺负中国 反封建 这个封建专政完成了吗 连任不就是 那个 那个 这个少 连任制就不对吗 就是封建残余吗 就是终身制就不对吗 就是封建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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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呢 革命呢 首先 革别人看别人都很清楚 看自己呢 就超越自己呢 就比较困难一点 我在这里呢,在这里就讲了,这个独立宣言就讲了,这一部分呢,在美国呢,这一部分呢,我就参加过很多的论坛,就是美国的三民主义大同盟,还有黄埔同学会,这个大同盟,还有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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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也是那个,这个,那个,准备的和平统一论坛会,和平,和平,和平都没有那个,大华府和平统一论坛会,还有这个本来,大华府和平统一论坛会,然后那个还有这个,� gj休息,柔和残瓜少,对吧,ней。 大里巴人和杨津梅有问题,取高和瓦就不说了 反正来讲,我是有点另类,在华府有点另类,但是我不怕 有些人就说我有点狂妄,这个名词,哪一个想要革命的人都没点狂妄今天,我能坚持到现在吗? 遇见未来的办法,最好的方法就是质疑,思变,创新,拨乱 反正我从来不想做别人的主人,但是别人也不要想做我的主人,这就是我的民主思想 肯定迪说嘛,在所有的时候,那个是林肯说的话了,林肯说的这么一句,林肯说的这么一句,选票的子弹,选票比子弹更有力量 现在特朗普就是在希望拿到的选票,但是特朗普,我在这里呢,今天的这一段落呢,就主要是跟特朗普来讲 我在八年之间,就是我在十三年当中,有半年时间是跟小布什,小布什,那个总统呢,来接触 我提出了我的最初的一个goal,就是goal就是my goal is simple 就是新美国人,新美国城市,新美国那个形象,这都是绝合美国的具体实践 因为美国来讲,为什么新美国人,关键一个国家的实力啊,因为美国这个,很多人这个南北的隔阂啊,南北差异啊,这个中和宋子来讲,称之不齐,有的很低 远远比中国的普遍,中国比较普遍,都是如家文化的市场,比较均衡一下,个别的极端的呢,比较少 但是呢,这个在美国来讲呢,这个称之不齐的是大批的称之不齐 新移民啊,还有这个不同的辐射的人民,这个普遍缺乏一种啊,不断的提高自我这个修养,自我这个适应时代这个数字的一个紧迫性 而人的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综合数字,决定了你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所以说,我给这个布什也好,给奥巴马也好,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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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歇尔也好,都在不断的提出这个,这个新美国人的概念 未来如果要是,未来这个2020年以后,如果米歇尔和拜登当选了,我就还会用这套理论来推动啊,美国的改革和美国的成长 要与时接近的提高人民,全体人民啊,就适应这个时代的综合数字 你不怕布什国就怕货比货嘛,你跟各个国家的综合数字来比一比,美国现在是在相对来讲是在掉队,此消彼炸 如果不提高,就像归兔赛法一样,不提高,不进则退 所以,比人要更大一点的,那么就是城市,一个城市的载品,我们的城市的现代化,美国的城市现代化已经落后了 很多社会的,电线杆子还是木头的电线杆子,上面的蜘蛛网到处的都是 但是,还有一个接到的那个什么,因为他们美国原因是政府没有钱,市政没有钱 纳税人的钱不够做这个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美国又没有去调动这个看着见的手去投资,去挖坑 所以呢,这个看着见的手没有启动,就是我给,我这个意见呢,我一开始给特朗普提 特朗普呢,他不屑一户 第一个,为什么不屑一户?因为我们亚洲人呢,在白独人的眼目里呢,都是属于一种,你是落后的 你没有见过这个大市面,就是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这个美国这个时代的节奏 所以呢,不屑,但是呢,我给他提出了这个拼经济,我给他更简单一点 我给特朗普2016年就开始提出了这个新的方案 叫拼经济,懒人才,借其功,四年了,提了四年了 弟兄们,同胞们,我跟特朗普提了四年,拼经济 他来一个贸易战,懒人才,他现在把这个断绝人才 现在就是懒人才就是脱钩,进七宫 他确实是建了很多七宫,创造很多奇迹,遭令吸改啊,干什么 这就是,要说我提的呢,他真的是按照我提的呢 我提的本意又不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么哭笑不得 那么我给,那个现在就是前两天,是我的生日 我最好呢,接到了米歇尔,这个,这个,这个 米歇尔和那个,那个,那个,一个,征询意见的一个,一个电子邮件 我就给回了一个,我就提出了,再次提出来 新美国人,新美国人,新美国人,新美国形象 我们要改变,重新树立美国内的老爸 这老子天下第一,我硬来的,这个,这个,用强力,来得到一个某个东西 但是你强扭,扭的瓜不甜啊,你很多东西,你用你的这个,这种特权 你用你的暴力,你用你这种,这种,那个,那个,那个,大锅,那个,大嘴巴 你把小锅的权力和拼动权力全都剥夺了 那,这个呢,确实,能够一时的起,能够压住一些声音 但是作用力等,永远等于反作用力 最后呢,人家不服 这就是,我给,那个,那个,那个,提出来的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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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变美国的形象 给米歇尔,还有那个,拜登,啊, 拜登,拜登,啊,这个提出来 因为他们的搭配呢,年龄上呢,老少搭配,男女搭配,肤色搭配,都非常融洽 另外那个清和力,那个米歇尔的清和力来讲,也相当一流的清和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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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评比当中 他是第一流的,女性的一个,清和力最强的人了 这个,这个问题呢,我就这个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呢,就谈到这里 第二部分,谈对,对台宣战 Dec�면ation of Raw on Taiwan Independence 就是,张英文上台,一定是在正式地宣布台独 那么,台独为什么 там呢? 我们刚才说了,她的纲领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就是民共产党的唯一份 就是叛国 叛国行为 分裂国家 分裂中华民国这个行为 所以说叛国分子就要用战犯来论出 所以呢 这个问题跟他在这个法庭上 在我们通过了什么呢 我们一个硬着落 一个软着落 一个飞机啊 在天上飞 什么叫硬着落呢 硬着落就一下子就下来 一下子达到目的 叫硬着落 我要叫中东东东西 叫做硬着落 软着落呢 就是我慢慢慢慢把 让它自然而然的 频管的下降 速度下降 慢慢的下降 硬着落就是速度急速而降 就叫硬着落 我们软着落呢 就是缓慢的 让大家慢慢的温水组 清华人可以慢慢的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慢慢的介绍 你不跟中国人搞经济 你经济上融合 法律上融合 首先是法律 法律是最高原则 是民主的最高原则 你给我讲其他都是扯淡 然后经济开导 让人民得到实惠 这样慢慢就缓解下来 你既然你得不到台独这个权力 所以他也就绝对得不到 他就死心了 你说要的又不确定 我有时候还可以得到 蒙诺服务能得到台湾 为什么蔡英文就给台湾造成这么一个假战呢 美国支持我 日本支持我 我就是以为台湾有希望 就在这个绝望当中给台湾一个死不了 我还活得很盲盛 美国这么的老大就帮着我们 这是一种误区 一种精神鸦片 所以台湾人民应该觉醒了 这是一条死路 可是中国大陆讲不通这个道理 中国大陆讲不通的为什么呢 第一个 他不理解中华人民共国就是中华民国 自身没有超越 没有超越事故 第二 美国在这里就做一个裁判员 就是吹哨子的人 在球场上吹哨子 吹哨子有两种的说法 大家吹黑哨 大家知道运动员 你要吹黑哨的人 你要踢球 你要进球 他就吹 不吹 假冬看不见 他要进球 一下子就吹 所以说这个裁判偏心眼 你就没办法踢这个球 所以呢 我们第二个软道路呢 叫说服美国总统 美国的政府 要认清这个形势 你干涉不了中国的内政 这个不是你们家的事 不是 你只能干涉 你国内法 你只能干涉 他们这些台湾台独的这些人 港独这些人 将来他们把他驱逐了 你可以接受他们到美国去 这叫你的美国国内法 你到中国来就管不到你 边长莫及呀 你永远管不到 你再说这点 他中国怎么样的霸道也好 不管你屁事 因为这不 人家家务事 人家打老婆也好 干什么 打儿子也好 人家是人家家里的事 至于儿子想要叛逃 但是老婆想要离婚 那是他背到儿子 做法轮功也好 什么是那个那个这个 港独 江都藏都要 你跑到美国去 你可以接受他 按照你来的 美国本身就是中度负荡 就是接受难民 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过去欧洲还不是 美国的那些 那些叛徒 欧洲那些 智教徒 在欧洲混不下去了 对不对 被驱逐被驱赶 就到了美国发展 美国就本来就是 是靠这些人发展起来的 所以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很明确 越来越明确 我第三个软道路的方法 就希望通过联合国秘书党 联合国大会主席 我提交一个补充和修正案 就关于2758号决议 这个补充修正案 为中华民国证明 就把这个颠倒黑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唯一中国的代表这样一个旗号 所以我画了这么一个旗号 在旗帜上改旗意志 后来就给我批了一个 就说我改旗意志 想改变邓长平的路线 我不是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可是这个东西讲不通 讲不通 我就在实践去讲 我在中国大陆讲不通的话 我就在实践 在美国那里讲 我这个人老 我死了不要紧了 只要主义真 对吧 对吧 那么我就抓捆到西克斯 我把我今天的宣言留下来 我明天死了 因为我为什么说73 这对我也是一个坎呢 人家说 一个男人的73 84 这是一个活的一个坎 今年本来这个 那个新冠病毒 很可能我就走掉了 如果感染上 我就 阿弥陀佛 我就见上帝去了 但是呢 我如果今天度过了 我就可以活到84岁 那我就希望我能够活到84岁 我再去到上帝里去报道去 那我就可以多留 但是我呢 准备的不是 我要准备今天就死 所以我今天把这个话题讲完 昭文到西克斯 我就把今天的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另一个国家 而是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所以这个呢 这个大道理 我要跟中国人民讲清楚 不容易啊 我一个人怎么能够对付14亿人 但是我要跟联合国 我要借联合国这个 这个秘书党这个东方 这个 借联合国大会大会主席这个东方 借美国这个平台 我要来宣扬这个 我这个领论 我这个宣言嘛 一个是宣战 一个是宣言 第三个呢 我要一个就宣告 安民告示 就是安民告示就怎么讲呢 8月的东沙那个军演 那就是宣誓主权 就是宣誓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 就是要拿回这块 这个我这个这个 这个中沙是我的地方啊 我说拿就拿 台湾就像台湾一样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代表这个这个中华民国的主权 我说拿派一定要过海驻军的 你既然不接受和平统一国两制 那我就要过海驻军 罚统台湾 所以呢 这个事在必行 不可阻挡 我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岛上 现在首先要插的就是 8月份军演插到中沙岛上 你现在组织 海洋陆战队也好 你组织美国的联军也好 告诉你 兵来将党 水来土演 你布满了水雷 你布满了天楼地 那都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这个东西都打不破的话 那么台湾问题就不要谈了 就不要谈解放的问题了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就这个三个宣言 告诉大家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告诉我们的 我们一定要依法和平 罚统台湾 过海驻军 共建家园 以后的台湾怎么建设 不由的 你蔡英文说了算 也不由你2300万 一个亿人说了算 有军管会 成立的14亿人民 这个人大委员会来讨论来制定 中华民国台湾省特区基本法 然后按照法律来执行 采取三三制 对吧 这个三三制是什么三三制呢 这个民额在配额上三三制 另外呢 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 叫新民和主义 新民心主义 新民立主义 这个男女搭配 对吧 民额上来 爱国政党的人 台独党 主张台独党 一个都不行 你们不愿意在台湾走 这个台湾地方不是可以走啊 你们可以带着你们的老婆孩子 你把台湾土地你带不走啊 你把你的资产里面变卖了可以啊 我们说台湾封盘 封盘就不能嘛 你台湾你要加印钞票 你像过去日本走的时候 加印加快打货币战争 加印了10亿台币嘛 然后把台湾的物资都圈走 这是货币战争嘛 接下来我们就早就准备了 你要滥发这个滥发钱 滥发这个货币战争 你搞这个经济经济经济 这个掏空掏空台湾 那你就掏 你能掏多少 你到美国建家园 我们希望你在美国建家园 美国这个土地的这么多一个土地 你好好地在美国干 因为你给美国的华人就增加那个基数 我们不在于你啊 是蓝是绿 我们在于你这个华人这个占这个 因为在美国的华人那个基数啊 还比较少 15%左右 你那个基数啊 比黑人少 比这个拉丁印少 你少了这个比例啊 上学的比例啊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福利的这个 各样的社会的资源的分配 就是按比例来的 这个美国比较公平就在了 他是按照资源的比例 受教育成统 他黑人的 他就考的考分考不过亚洲人 但是他按照比例他就有 你你80本才能录取 他40本就可以录取 这就是不不不不公平 表面的不公平 他是掩盖的那什么 他种族不平衡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讲的那个 一个道理 大概就讲到这个道理 其他的东西呢 就不多讲了 决策和判断 我们还是来日方长 今天做这个三个三个宣言 就是我们今天呢 打开窗子收敛话 我们继续推荐给 给那个 特朗普 我们也一个 特朗普需要 在思想上解放 你要认清 我还没跟你讲 要选择什么路呢 你放下屠刀回头是烂 那样子回头 就是不要和这个 这个搞那个强势外交 这里呢 硬着路 你跟做这么大的硬着路是不行的 我相信 拜登和拜登和那个米歇尔 在将来的下一步 他们如果当选 他一定是软着路 他不但修复 修复你你在跟中国的关系 而且是修复和盟国的关系 而且和修复的中国的关系会更好 这就是 而且台湾问题呢 也会争一点 闭眼就解决了 如果你台湾 今天给特朗普就讲 如果你在台湾问题上 你跟中国大闹 这个问题的终于追踪的结果 你将是一败涂地 你将这个就彻底 失去连任的可能性 也许美国一面脑子支持你 也许你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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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砸了自己的脚 因为 因为 那个国来讲 毕竟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政府 台湾没有主权 这本来就是大陆 中国大陆是代表中华民国的主权 本来就是大陆 全中国人民的领土 他把台湾这个领土拿回来 法统 建立法治秩序 这比乌克兰 乌克兰 是人家的土地 在法律上没有争议的土地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台湾人民的代表 他是主权者 他把房产地产收回来 没有 他即使打孩子 打两下 你不愿意什么 你走 你出家门店 让你离家出走 没什么 人一时之痛 你再大的压力 我都把台湾收回来 七七四十九年了 四十九年 一滴乡四妹至今流不到塞边 你这个眼泪怎么流啊 我们这一辈子 从年轻的时候就判 判心经判月亮 一直到现在七十三岁了 上帝就在向我招手了 天若有情天一老啊 人间正道是苍桑啊 你看不到这一点 你习近平完没成这个大业 你有什么资格连任国家主席啊 你还不如我呢 人民的 人民的比国家主席还要聪明一点啊 这责任感慨 我们就是五年大事 谢谢大家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该组来是个麦克 You rest me out 的 我今天就讲到那么多了 谢谢观看